青年是国家的栋梁 青年的优秀与否 不该以文凭、IQ、颜值、才艺来论断 如果读了一辈子的书 不会应对进退 待人介物 不懂珍惜生命 更没有幸福快乐感 只成了一部会考试的机器 那多悲哀啊 这就是现代文明只重视外学 忽视内学的惨痛结果 一个国家是否富强 不该以军事的强大、外汇存底 邦交国的多寡来评定 而是应该以人民的和谐度 幸福快乐感来论定 如果没有幸福快乐 即使拥有全世界又有何用呢 根据联合国保守估计 全人类有三亿人患有忧郁症 而且越先进的国家 罹患率越高 这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追求健康的身 知足常乐的心 常感幸福的灵 应该成为主流价值 否则人类将继续在 自己所设计的现代化迷魂阵里 痛苦难安 不得解脱 接下来 印尼碧草青年团 将以碧草之歌 来舞出小草的精神 让我们掌声欢迎 加油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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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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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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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大河边 在脚壁上 你是如此 勇敢地生存下去 在大河边 在脚壁上 无论任何人 任何动物怕你踩在脚下 你是如此 勇也无忧 不自卑 不自情 这世是藏仙之母 永恒生命的味道 我 永恒生命的梅草 我 永恒生命的梅草 又 永恒生命的梅草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我 永恒生命的梅草